这近距离接触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在远处看就像一个绿色的草坪 但是来到近处 这个大概都是一米来高的草 终于到坪的地方了 太漂亮了 这里简直就像阿凡达里那个潘朵拉星球 兄弟姐妹们 不白付出辛苦 付出总有回报 不攀这么高的山 根本就看不到这么美丽的风景 环绕四周全都是美景 这蓝天搬云的 太漂亮了 就是有点看不见黑牛啊 黑牛明显海拔不过高啊 我要在这里飞个无人机 给大家从高空中看 太漂亮 我可以看到白牛明显的 就像个人 我来自然的 你看不见 我来自然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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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自然的 在这凉会儿等我哈 我要给你编一个花魂 我不能让你白跑这么老远 我先采花 山上的野花为黑牛开 黑牛我是顶着爱骂的风险 在为了打扮你 让你来一趟不许此行 好了 就在这儿 我给你编一个花魂 给我的孩儿整一个花魂 别着急啊 一会儿就好了 别着急 一会儿就给你带了 来 带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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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孩子 黑牛说你应该庆幸 你知不知道 你有这么一个心灵手巧的爹 来我看看 漂亮 哎呀 看我的孩儿太漂亮了 我还带小花了 哎呦 这我的孩儿太好看了 哎哎哎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 回家了 哎 完了 整坏了 带上带上 这期间没有一会儿啊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了 最好的方式就是倒着走 我是上的时候走土道上去 下来的时候从这里走回来 倒着下山也挺好 没有什么阻碍物 这个山挺难爬呀 一个来回三个小时 我从早上十点就开始爬这个山 这个石头挺好 坐着歇会儿 看看我这 哎呀 袜子还没漏 还挺好 因为我的脚啊 没抹起泡 挺好 说明我这脚还挺抗燥 我 长着一只 不知道 累的脚 哎呀 还是 哦 好